从一开始我来到林昭饭店 我就不是为了要帮你们 我所有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新年而已 正确的来说 应该是为了我妈 你妈 对 她失之症越来越严重了 我本来打算是抛下所有的工作 好好的专心陪她 但我跟新年签了十年的长约 他们不让我请假 说什么 无法承担我不在其间的损失 毕竟她每次花了大钱请我去的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帮她把公司内部的害虫揪出来 新年有派系之争 张启臣跟我老板以前是同学 我老板很信任她 也因为这样子 张启臣在新年的内部结党作乱 被我老板发现了 我老板答应我 只要我可以帮她进空公司的内贼 就让我请一年的假去陪我妈 这也是为什么我那天会出现在教堂 你的婚礼去找张启臣 我压根子没有想到要在这里久待 我更没有想到 我被这间饭店的总经理推下水之后 我还会推取这间饭座 为了争取大赛 所以 你是因为发现张振宇很执着灵霄饭店 你才留下来的吗 对 我从一开始就在利用你们 我利用灵霄饭店 把你们当成 引张振宇父子入用的一个手段 甚至赢得了桂冠大赛 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 因为那从一开始就不重要了 否则我一直嫌弃你们饭店 怎么可能最后还放水 让你们去争取大赛的资格 那你会派灵霄饭店参加 世界饭店的桂冠大赛 想参加 不过 要是你可以让张振宇的父子 到你们饭店消费 或许我就会考虑考虑 恭喜你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统一阵线 谢谢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所以 你一点都不在意 点消费店会不会赢贵宽大赛 对 那从我来到这边 我看到了所有人事物 我就知道你们不可能赢得这个比赛了 这是我的判断 这是我的专业 我所有做的一切 就只是 就只是为了救出张启正 跟他背后的人 那你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 可能 可能我还有点良心了 我受不了你们这么努力 每个人 每个人甚至还把自己的身家 拿出来赌 去赌一个看不见明天的希望 所以我们一路走过来 你一下说我笨 一下又说我进步了 一下又说我有企业家的精神 那些全部都是假的吗 你转过来看着我啊 你说你爸因为世界饭店桂冠大赛去世 我还以为你是想要弥补他的遗憾 十多年前 我爸也是为了参加这个世界饭店桂冠大赛 日夜加班 积劳成绩 这又才会过世的 你说过 人生就像是一场赌局 不到最后 不会知道输赢 本来就是一场赌局 不到最后不知道谁输谁赢 重点 是要你把握出机会 否则你连输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你说的这些 全部都是假的 这些全部都不是假的 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我老爸的影子 所以我才会陪你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 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我不应该说那些让你误会的话 让你觉得临庄饭店真的有机会可以赢得大赛 因为 因为我看到你开心的样子 我不忍心打破你的美梦了 就算你现在这样说 我头脑里面想留 但是 你称赞我的那些话 我还担心你 会因为宋晨晨的事情 感到资格内却 我真是太白痴了 我这个人很公平的 该夸就夸了 由于冒险才能够带领饭店创新 像这种企业家的精神跟特质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你 你想打我吧 如果可以让你好够一点 随便你 打 我不会打你 我要让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在你身上学了多少东西 这五百万我自己可以扛 后面的两项比赛 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赢 我要让你知道 我可以做得到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管宁夏饭店的事情了 你 你 我 赵手心 你来我房间干嘛 你没事吧 没事啊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对不起 不准看 我没看 喂 笑语方怎么了 夏天请 你帮我看一下啦 我今天几天要穿这个 但我不知道穿哪件比较好 我刚刚拍给你看 快点 哇 这正袍也太辣了吧 怎么样 不错吧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件比较好啊 你帮我选 我也不知道 这应该要问男生才对啊 男生的喜好 总你们不知道张立天是什么喜好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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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旁边有神哦 你还要飞鞋了 我告诉你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你的大义鸣春之幸福那边 小大义鸣春之幸福那边 这招真有趣啊 拜托 一定要睡好睡满哦 嗯 还不过来啊 我抛出对世界的以后 我抛出对世界的以后 一夜翻过未知的入口 过去回忆的伤了 留过你我 快乐未必需要